根据卫生部的资料出现肺炎症状需要留院观察和治疗的新冠确诊患者都属于第三级 卫生部长凯里今天说明患有核并症的第三级确诊病患将会优先送到医院或是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接受隔离治疗 而其他第三级病患则是居家隔离 如果有空隙的病患者就去红査自己立刻 但是我希望证明在某个例子 我们需要假访自己的例子 例子如果有生病孩子 或是居家无限制的 或是人家没有允认的 凯里今天巡视孙美兰淡边 政府医院时表示 虽然没有症状 轻微症状 和没有合并症的第三级病患 获准居家隔离 可是他们要时刻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ais Jatura的居家评估工具 自我评估 以降低送院前死亡病例 凯里提醒确诊患者 如果病情恶化 像是呼吸困难 胸部疼痛 或是血氧饱和度 低于95% 就要马上拨打紧急电话 呼叫救护车 以安排入院 或是送到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